隐藏在婚姻面具下的背叛与谎言 深埋于心底的无奈与痛苦 她们酝酿新的阴谋 云姐接了个大火 十万成了之后分你三成 敬请期待方圆巨镇 消失的新娘 经典版上集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各位好 这里是方圆巨镇 我是主持人图画 在一个小村里 一场婚礼正在举办着 可谓是热闹非凡 宾客脸上都养溺着幸福的笑容 可是这场面之下隐藏的 却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而这个阴谋背后 不仅会导致一个家庭的破碎 还牵连着一个走投无路的女孩的悲剧 今天我们就走进一位消失的新娘的故事 看看她的遭遇到底是如何造成的 方圆巨镇 大大协 小姐 小姐 快吃点 又 Ash 送给你 送给你 坐坐坐 姐夫哥 喝满 喝满了啊 差不多行了 你干嘛你啊 这婚礼还没结束呢 你就护上了 今天可是你们俩大喜的日子 哥哥我高兴 必须得喝满杯啊 高兴 喝满 喝满 喝满了 喝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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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来来来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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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怎么回事 还叫阿姨啊 妈 你妈在这呢 对对对 来来来 到了到了 到门了 到门了 去给我 阿姨 孙女母啊 你放心 小娟儿嫁到我们家 肯定不会让她受委屈的 新建谷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结了婚 只要她们小两口 把日子过得好 我的心里就满足了 好 好 好好 好好 去那边 好好好 去去去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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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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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是 小军 妈 这是说好的菜离前 说话算数 我也没有办法 是我妈她 对了 你的身份证什么时候才能办好 抓紧时间把结婚证领了 派出所说还得过几天 时间不早了 早点睡吧 妈 你怎么还没睡啊 我 我肚子疼想上厕所 你屋里不有厕所吗 根生 根生他又吐了 全叔 又吐了 我去打扫 不用了 妈 你也累了一天了 我打扫就行 你早点休息吧 那你早点休息 好 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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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小军 干生 你 你怎么醒了 小军 你在干啥呀 屋里有点闷 我想开开窗 透透气 对 对了 这个东西送给你 这个我听我妈说 是我们家祖传的 你看看 我吃钱了 真好看 雷生 不管怎么说 咱俩认识就是缘分 来 我给你喝一杯 不能喝了 不能喝了 再喝就吐了 你 你头疼 难受 我 我先烫一会儿 根生 根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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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小五 你的四千 谢谢你 铁术 你的五千 小岚 你的八千 谢谢云姐 小岚 这会儿你可赚大发了 我应得的 张根深那块玉佩呢 走得太急 忘了拿了 蒙谁呢你 你不会是又想吃毒食吧 你说什么呢 本来就是 又没让你陪她睡觉 你凭什么翻那么多 你给我停车 我让你停车 小岚 疯了你 行了 多大点事啊 撤上 咱们这会儿暗牢分配 上罚分明 铁术那儿 没笔章都记着呢 谁要是想心里不服气 屋里动 马上给我滚蛋 小岚 你辛苦了 云姐信你 拿着 去哪儿去啊 自己走 云姐 你再这么惯着 她尾巴都翘上天去了 干五 我跟你说 咱们这活儿缺了你行 缺了他不行 行 好好开车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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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住了 不管什么人来找你 你一口咬死 你只是好心做介绍的 你方的情况你根本就不清楚 知道吗 知道 赵云姐说了说 大妈 去别的村发展几个媒妇 别老盯着一个地方片 姐说 吩咐手下的人 把手机卡都给我换了 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 一律不准说出去 她又打你了 跟她离吧 跟她离吧 这么给我图什么呀 孩子都有了 我还能图什么 有个住的地方 就不错了 小兰回来了 哎呀 这越长越漂亮了啊 衣服新白的 值不少钱吧 你帮我包干吗 你三个月没往家里寄钱 我凭什么往家里寄钱 你妹妹 算妹看病的钱都没有了 你不管 我给我妹看病的钱 全都被你拿着堵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 小兰一年难得回来一次 你们别跟她吵了 还不是因为你 你个没有你东西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烦了你 你再等我妈一次一次 来 你看 你往这儿看 小兰 你 你还是总的 妈 滚 烦了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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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看 你们怎么样了 岗子村那个老前家 刚盖完二层小楼 正在外头托儿说梅呢 他儿子我见了 人长得还算周整 就是 跟人打架 坐过牢 这儿 竹林镇有康细修店老板 孙志宏 小伙子啊 今年二十八岁 父母双亡了 打架跟着师父 徐友康修车 感情没得说 几年前啊 他师父去世了 就把气修布给他了 孙志宏有个闺女 我听村里人说 孙志宏的老婆死了 也有人说她跟人跑了 什么人介绍的 靠谱吗 靠谱靠谱 她们村有个叫吴妈我认识 是我打麻将认识的 听说啊 给她介绍了好几个姑娘 人都没看中呢 心气这么高啊 她心气高 有心气高的道理 听说啊 她师父去世的时候 给她留了十万块钱 吴妈亲眼看到她 带着钱到银行去存呢 这样吧 前面说的那几个 让洪霞和小丽去办 这个孙志宏 我来安排 小兰 别怨我 谁都不怨 来几日 你一个人在外面过的也不容易 你过得好不好 好得很 好吃吧 安妈 你前几天不是去省城了吗 医生怎么讲 哦 医生说 还要再过两年 才能做心脏手术 可是 家里还有这么多钱啊 一想到这些 我就害怕 喂 云姐 小兰 什么时候回来 云姐接了个大伙 等你开工 小兰 是谁呀 单位领导 喊我回去上班 这一片啊 住的都是老人 又靠近高速 方便我们随时撤走 房子呢 就是这家 房东定居外地 这是他老家的房子 一直空着呢 我租了半年 这房子可以 该准备的 都准备好了吗 这房子可以 都准备好了吗 林姐 都准备好了 你还是去上班吧 工作要紧 妈 等我攒点钱 就在县里买套房子 然后把你接过去 不在这儿住 那 你妹妹怎么办呢 她跟她爸 那怎么行呢 你们可都是我亲生的呀 来 小姐姐 我知道你是好孩子 从来就不是什么好孩子 走了 我太太太 我想城市 Jeg厉害他 我今为我 有着宽子 开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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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赞什么谁 你们那么孩子要生的 告诉你打上去 小兰 救救你妹妹 你妹妹早产了 现在还住在保温箱里 医生说她有献天心心脏病 家里边一点钱都拿不出来了 我们的钱被偷了 没有了 没有的东西 对 小兰 小兰 你别走啊 小兰 你别走啊 小兰 女人 不怕你 让你平时 均白 也不怕你 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来了 盛生 盛生 小 小军 你怎么今天来了 阿姨 宗盛生说 你血压高 给你买了点红椒 酱血压 你说你这孩子花这么多钱 快 喂 走 来 阿姨 这是给您做的长寿面 祝您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好香 你也有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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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好喝 鱼 好喝 好喝 快来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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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快 看清了吗 就让那个人 让小霞去不行吗 让小霞去不行吗 小霞有别的任务 再说这个有难度 他搞不定 你怎么了 我看见张跟生他妈了 你不会被他发现了吧 干咱们这一行的 心就得硬 已经过了的事情 就不要再多想了 想了也没有 明洁 我想去看看 你疯了 你别脑袋一热 把我们都给折进去了 这样吧 回头我让梅怡去打听打听 你呢 别胡思乱想 赶紧把人拿下 云姐 人家有孩子 有孩子怎么了 有孩子的我不想骗 别蹬鼻子上脸啊 别忘了 要是没有云姐 你早饿死了 慢慢吃 慢慢吃 这儿有两千块钱 你先拿着用 不不不不 公公 先拿着 我也是苦人家出身 叫我一生云姐 以后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云姐 去 吃饭 晓岚啊 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怎么样呢 他是我一个亲戚的侄子 你就去陪他吃吃饭 聊聊天 做做样子 其他的你都不用管 十万 成了之后分你三成 你也正是要用钱的时候 云姐 云姐 这都甩了呀 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都给我占下来 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都给我占下来 云姐 云莱 这是你的新名字 徐云莱 来 你回来这儿 啊 师傅 你帮我看一下这车怎么回事啊 怎么杀不住 怎么回事啊 估计是刹车腾黄坏了 要不换一个吧 行 好 那我先去拿啊 你在画什么 我都看见了 小马宝丽是吗 我也喜欢 真的 那你喜欢谁啊 我喜欢紫月公主 我喜欢月亮公主 为什么 因为她有魔法 我看你画的 这个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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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好写作业 一天那么画中乱七八糟的东西 散了 想孩子吗 快洗 都怪你 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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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你了 喜欢吗 小嫂 你好意思拿人家的东西啊 没事 本来买给我侄女的 结果买成了 她家里有 好看吗 好看 你这额头怎么回事啊 你看 你女儿的额头都发炎了 你也不知道给她擦一擦 你尝不尝 不尝 好的 谢谢啊 那个 换好了 要不钱就算了吧 还不够买玩具呢 谢谢啊 来 접 cripple 还不需要 什么 不需要 啊 我 哪儿 叫 律心 拍他 他 小军 小军 为什么要骗我 你谁啊你 你被错人了吧你 为什么啊 小军 他们都说你是骗子 你到底是不是骗子 你想坐牢 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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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军 你为什么把我送你的 一片还给我 你为什么把我送你的 一片还给我 上个车 上个车 别买了 啊 com 去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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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云姐 你不是说找人打听她消息吗 怎么样了 我打听了 张更生住了几天月 不信 你去问梅姨 好了好了 睡吧睡吧啊 梅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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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索新村的梅姨 她认识一个姑娘 长得漂亮 家庭条件也不错 别错过机会啊 可是我有个女儿 人家乐意过 我都跟人介绍过了 放心吧 人家姑娘根本不介意 心眼好着呢 什么时候见面 看孩子见面 你搞砸你呗 你 你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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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您要给我找后妈 别瞎说 第八个 什么乱七八糟 怎么就第八个了 我都给你算着呢 我这个都给你算是 你别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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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忎你说 你你三十多 你还肯定有真正的 我都给你摄五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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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嫂 看你干的好事 妈 爷 你怎么来你还戴个口罩 感冒了我怕传染 快进屋人等着呢 妈 爷 你们不来啊 我说小孙啊 这个时候你怎么打气退堂苦啊 快进去 不要 是你啊 这么巧啊 你说你戴了口罩 我差点没认出来 这大夏天的你戴口罩不热啊 摘了吧 我快传染给你 感冒了 没事 摘了吧 你这怎么了 一不小心给刮伤了 我素小草的玩具她还喜欢吗 喜欢 她玩了一晚上 喜欢就好 小草的名字是你取的吧 这不是有首歌唱的吗 没妈的孩子 像根草 小草是挺可怜的 不过我觉得你对小草太凶了 你这女儿都应该富养啊 就我这条件 还怎么富养啊 你条件也不差啊 对吧 其实 我之前见过你 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回 你在天生桥那儿烧一件红衣服 对了 你穿那衣服干吗呀 我妈啊 我妈这不是带我去相亲吗 没相中 退婚了 好 给 送你的 护手霜 你看 你手上都裂口子了 怎么样 香不香 你什么味啊 小草 你猜我今天见到谁了 就上次送你小妈保丽的那个阿姨 你觉得她怎么样 她帮我什么事啊 我妈 我妈 找你 这是徐南 徐南妈 徐南她爸爸 后面那个 徐南她哥 走走走走 我们里面说 走走走走 你考虑得咋样了 我可告诉你啊 你要是 你考虑得咋样了 看重人家的话 就赶紧提心去 提心啊 是不是快了点 快 你要知道 有多少功好人家 在盯着小楠呢 来来来来 吃吃吃 小楠爸 小楠妈 你们有什么条件 尽管提 智洪啊 能办到的 肯定办 你说是吧 说实话 智洪这孩子啊 我们还是很满意的 只要她以后 对我们小楠好 就行了 结婚啊 是大事 不能马虎 按我们村的规定呢 彩礼钱 咱 起码得十万 以甘肖冤为首的犯罪团伙 伪造身份证 缩使没人去寻找目标 以婚姻为诱饵 骗举别人的前程行为呢 已经涉嫌触犯了我国的刑法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法律规定 请看 根据我国刑法第280条之一 在依照国家规定 应当提供身份证明的活动中 使用伪造变造的 或者造用他人的居民身份证 护照 社会保障卡 驾驶证等依法可以用于 证明身份的证件 情节严重的 处居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根据我国刑法第266条 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 储存的以下 无读刑 居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 严重情节的 处刑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 或者有其他 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或者 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或者没收财产 本法另有规定的 依照规定 在故事里我们看到 身为骗婚团伙 重要成员之一的余兰 她的原生家庭是破碎的 生活中充斥着压抑和痛苦 她的母亲性格软弱 而继父又适度成性 不仅强迫于兰 辍学打工赚钱养家 还要于兰承担起 给同母义父妹妹 治病的重担 小兰 在甘肖云的诱骗之下 于兰就成了骗婚团伙的一分子 走向了犯罪的灰暗歧途 小兰啊 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怎么样呢 他是我一个亲戚的侄子 你就去陪他吃吃饭 但是呢 于兰内心深处的善良 和对光平的向往 还没有消失 她对于之前欺骗的张根生一家 一直是非常的愧疚的 而这一次与张根生再次相见 她的苦难和执着 让于兰的良心饱受煎熬 于兰不想再靠着欺骗 假面谎言去生活了 她觉得这样的违法行为 该画一个句号了 但是妹妹的病情 还需要前去医治 针对孙志宏的骗婚计划 也已经开始了 那于兰在这个计划里面 又会如何去扮演她的角色呢 明天请不要错过我们 《消失的新娘》第二集故事 这里是《方圆巨镇》 我是主持人图画 再见 就把钱给我麻烦 周转一下就回来了 我发过试的 这笔钱我一分钱都不多 你该不会觉得我是骗钱吧 怎么会 走 谁在那儿 你先上班 哎呦 你喝多了吧 回去回去 这是我们村自己产的枸杞 你就拿这玩意打发我吧 今天上午去相亲 你好好准备准备 快点出来走了 enos谷 小徒 小徒怎么回事